1939年的重庆,处处残垣断壁,就在这时,以幅名为《无辜者的血》的宣传画,重现在重庆街头,画面是是日军炸弹下,残死的母亲和无助的孩子。 这幅作品再次激起了人们奋而抗战的决心和斗志,也让李可染在战时的重庆声明确起。 《无辜者的血》1941年,再来到重庆后的第三年,李可染住进了重庆郊外的金刚坡下的农舍里,谁也不会想到,李可染对中国话的真正探索,就开始于一头水牛,李可染十分喜爱牛的形象和精神, 于是他开始深入观察牛的习性,并从一个新的思想高度把牛作为自己重要的创作题材,随后拿起手中的画笔,开始用水墨画起牛来。 水牛图齐白石和黄冰红,都是当时吉普正欲的大画家,有南黄北齐之称,李可染对他们一直非常敬仰,并梦想有朝一日,能够拜入大师门下学习。 1947年春天,经徐飞红介绍,李可染带了自己的一卷画,去拜见齐白石,在绘画理念上的情投意合,让齐白石对比自己小43岁的李可染,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。 李可染拜师齐白石,黄冰红齐白石当李可染与山水画,大家黄冰红相遇时,他对自己的绘画取向,第一次变得清晰了。 黄冰红的作品浑厚滑滋,不带运笔入神,而且讲求末法。 李可染对黄冰红这种层层激染,浓重且投射出巨大力量的寂寞山水一见倾心,随后,他开始不断地在山水画的笔法、末法上,潜心延期。 黄冰红从1954年开始到60年代中期,李可染用了十年的时间,在中国画改革之路上,实现了从对景写生到对景创作的飞跃,进入了他个人自人物画之后。 山水画创作的有一个成熟期,他的足迹不仅遍布祖国的名山大川,而且也开始走向世界。 至此,李家山水终于在中国画坛,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貌。 山水画山水画更多精彩内容,锁定7月25日湖北卫视大揭秘,百年丹心里可染下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